这是一只可以匹敌四螺右脚的黄金左脚 只见教授将一块超级芯片插进装置后 坐在椅子上自信地抖脚 下一秒那只脚竟然跟着动了起来 但没等父女俩开心多久 实验室的墙就被一辆车撞穿 从里面下来两个机器人 伸出夹子把黄金左脚抢了过去 接着用一把激光枪 当场把教授的CPU射穿了 连同超级芯片也掉了出来 可他们拿走控制器离开了现场时 却忘了超级芯片没拿 很快 听到动静的保安邱哥赶了过来 看到实验室的惨状后 不忍心看到女神如此伤心 他决定帮椰子姐抓到凶手 于是他开着一台烂车追了过去 彪哥看到身后有人追来 赶紧命令手下按下开关 在路上洒满了润滑油 邱哥的车开过去后 直接视控加侧翻 一头撞到广告牌上 彪哥一伙看到后开心不已 可下一秒 广告牌却正好砸到了他们的车 此时 缓过神的邱哥拿着喇叭劝彪哥耗自为之 但彪哥却假装投降 拿起一根雪茄炸弹扔到了他附近 随着爆炸声响起 他直接被炸冒烟了 而彪哥正要离开 谁知球哥车上的的保龄球被炸了出来 正好砸中了他的手 很快 他到家用一只机械手装上去后 赶紧和手下用教授那里抢来的东西 制造了一个战争机器 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 都无法启动机器人 而人脑控制机器的核心零件 正是那片超级芯片 此时 被炸成渣的球哥来到医院 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 想要活下来是个大问题 而椰子姐被球哥的应用所感动 在市长的同意下 他决定用科技把球哥重新整活 正常人身上只有206根骨头 球哥却被炸碎了整整207根 为了救活他 医院只能用科技的手段 只见急救室里搬来一堆五金用品 搬手锤子水龙头 这一看就不是救人用的 如果医生没穿医护服 你说他们在修车都不为果 随着零件一一安置完成 他们把超级芯片植入球哥身体后 用电焊完成了收尾 很快 球哥醒了过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在爆炸中活下来 就在这时 他改造的身体开始启动 手指突然伸出各种用品 没反应过来的他 还启动了一发小火箭 这一幕 顿时把他吓了一跳 他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大厅里 好在椰子姐拦住了他 这才让他冷静了下来 回到办公室后 椰子姐向他解释了前因后果 得知自己被改造后 还意外获得了市长特聘的机械战警职位 这让他很是开心 但上岗前 他必须尽快熟悉这副机械身体 为此 椰子姐还给他写了一本一米厚的说明书 球哥一看顿时就坐不住了 当即表示自己摸一下书就能学会 没想到 椰子姐当真了 二话不说就带他出去试试 结果就是身体技能全失控 没办法 他们又找来一位瑜伽大师 加快球哥的训练 只见他让球哥蒙上眼睛 用意念控制机械手臂 拿到他面前的两个球 却不料 球哥没控制好 一下就抓过了头 经历了这些 球哥也差不多掌控了身体 为了增加他的战力 椰子姐给他弄了一辆智能战车 去执行巡逻任务 这时 球哥无意间用意念启动了他 战车瞬间就冲出了车库 好在他有自动驾驶功能 并且还能和主人唠嗑 碰到半路出现的人 甚至可以升高底盘 从路人头上经过 很快 他们来到一个路口 正好碰到两个偷车贼 没有抓贼经验的球哥 还以为他们忘带了车钥匙 于是便用手指帮他们开锁 这一幕 让开心的车贼更加的开心 好在战车看出了两人的异样 果断拉响警报提醒球哥 但等他反应过来时 偷车贼早已分头跑路 就这样 一车一人分头追了过去 第一名车贼本以为可以逃跑 却不料战车早已伪装成背景的样子 在半路拦住了他 等他摔进车里后 用铁笼轻松将其抓获 而球哥这边却略显狼狈 他追逐路上不小心一脚 踩进了没干透的水泥里 好在摔倒的瞬间 他脑袋射出钩子 歪打正着弹中铲车 正好拦住了车贼的去路 就这样 球哥第一次出警就拿了个满分 而这一幕 也被记者拍了下来 随即登上了电视新闻 与此同时 彪哥看到后 就认出了那是被自己炸死的球哥 看来超级芯片就是用在了他身上 为此 彪哥也做了一枚很坏很坏的芯片 只见插上了瞬间 假球哥瞬间启动了 他奉命来到街上大肆破坏 目的就是搞臭球哥的名声 让他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倒塌 而此时的球哥正在调查教授的案件 在遗留的物品中 他发现了彪哥公司的记号 为了查出真相 他打算前往彪哥的公司一探究竟 他打开天灵带 从里面弹出一只掌勾 修得一下射向了几百米的高楼 紧接着脖子一锁 轻松飞上了楼顶 一路滚到了通风管理 球哥来到彪哥的公司后 果不其然 里面正好就摆着教授 生前研究的黄金左脚 看来彪哥就是凶手 为了把证据带回去 球哥启动鞋底吸盘吸在天花板上 倒吊着来到满是激光警报的装置上方 正当他小心翼翼地拆解线路时 却不料自己体温过高 触发了温度警报 整个人直接摔在了装置上 见状 他想要踩着滑板鞋溜走 却一脸撞到了玻璃门上 当场被彪哥的机器人抓个正着 随后 他被彪哥绑了起来 他打算毁掉球哥 用自己研发的假球哥称霸世界 接着他把球哥的超级芯片拆下来捏碎了他 球哥也陷入了关机状态 没了阻拦的假球哥 来到警局里大肆破坏 不仅烧了局长的工资单 还把警车弄坏了 没多久 城市就陷入了危机 看着逃命的人群 假球哥还用影子装成恐龙下人 此时 叶子姐开着战车 定位到了球哥的位置 来到目的地一看 他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 看来没人能拯救城市了 就在他和球哥吻别后 正带着球妹离开 球哥却突然启动了拐 看来爱才是真正的力量 等球哥恢复了原状后 他们坐上战车 脚底油一踩 不到两秒钟就追上了彪哥 他一头扎进了车里 在叶子姐的配合下 球哥抓到了假球哥 就这样 在桥上展开了决斗 一照面 假球哥就掏出机枪一顿扫射 没有武器系统的球哥只能变胖防御 他们一路打到了桥架上 处于劣势的球哥被推到了边上 掉下去的瞬间 正好带着假球哥掉了下去 一屁股坐进购物车里飞了出去 回到路面后 两人继续纠缠 这时 球哥发现了假球哥脖子后的拉环 他轻轻一把 竟轻松干掉了他 而叶子姐这边被彪哥抓了起来 他们来到天台打算做直升机离开 好在 球哥开启飞行模式追了过来 没等他开口说话 就被彪哥一发导弹打掉了螺旋桨 接着开着直升机勾住了球哥 想要飞到半空将其丢下 关键时刻 球哥伸出手 从里面拿了一根圆珠笔 接着瞄准机舱 用力弹出笔心 正好弹中了靠住叶子姐的开关 见状 叶子姐趁机打懵飞哥 赶在坠机前 来到球哥身上 接着一起跳下了直升机 而球哥的脑袋也弹出一把雨伞 两人这才安全着陆 而飞哥也穿着降落伞飘了下来 但楼下的战车早就等候已久 等他掉进车座后 直接用铁笼将其关了起来 电影也到此结束 你觉得星爷的百变星君厉害 还是这部电影的改造人厉害呢 如果你有改造的机会 你会给自己设定什么功能呢 欢迎留下你的想法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